假如你拥有了一张好运卡 鹤娘娘 地儿这根头发是你掉的吧 今儿晚上搬进卫生归你 去拿这儿放学 老师啊 这明明是 是又怎样 谁叫我天生运气好 今儿晚厕所你妈妈嫂 我要运气有橡皮一半好 也不至于 本来已经够倒霉的了 谁还在这儿乱丢 好运卡啊 骗小孩了吧 来 脱烧杯醋啊 鹤娘娘 一猜你就没认真背 待会儿你就等着上 丢容宝宝宝 黄娘娘 你来选一个人背 去 选一个人背 老师啊 我选橡皮啊 选我就选我啊 我又不是不会 橡皮啊 昨天哪诗你不用背 你把离骚背一遍 按照惯例 刚才应该先挺我呀 难道是因为 这回只是你碰巧 我就不信下回 你运气还这么好 黄娘娘 你昨天这作业 是不是没写啊 好 老师 我说草草熊二道 黄娘娘 这回你彻底 幸好你没写 昨天我这作业留错了 全班好像就像平台大圆中 给写完了 哈哈哈哈 小哥 你最近运气不错呀 没有没有 就是碰巧而已 有什么好嘚瑟的 今天运气好 能代表他明天运气好吗 后天大后天 我就不现在 这辈子运气都这么好 你快等个会去 这学怎么不上了 为啥呀 得运来了吧 我早就说过 哎呀 你昨天放学 岁收买的那张菜票 中了三千多个亿 你直接变成 富不死富豪榜榜收 还学个等啊 学 要不咱花点小钱 把这所学校买了吧 那看笑 反正也不影响 富不死太妙 小哥 能让我去你家 做个兼职吗 可是我家也不学保姆啊 你想干点啥 比你高 比你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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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